窗外的红月被云层遮掩 穿透脸部的月光 只能勉强勾勒出卧室内大件物品的轮廓 暗淡和昏尘成为了房间的主旋律 克莱恩坐在这样的环境里 没急于离开 他望着床上熟睡的艾伦医生 静静分析起了刚才梦境中看见的一幅幅画面 威尔、昂塞厅最后握在手里的是命运之轮台 而这样的梦里 所有的一切都具备象征意义 都是自身心灵体获得的启示 也就是说 威尔、昂塞厅的事情与命运有关 再加上那条很可能代表着水银之蛇的银白巨蛇 这孩子也许与怪物 途径哪位高序列强者或哪件诡异封印物有关 他的危机来源于水银之蛇对他 或者他涉及的那件诡异封印物的觊觎 但水银之蛇可是序列一啊 属于最接近神灵的那种存在 仅名称本身就提醒 这件事情看来没那么简单 肯定藏着极大的秘密 想到这里 克莱恩已然决定退缩 这一听就非常危险 而且那副塔罗牌未必是神奇物品 特殊的很大 可能是威尔昂塞厅本身 嗯 艾伦医生除了会做噩梦 已经摆脱了困扰 我完全没有理由掺和这件事情 在这上面主动表演 挑战不可能 这几乎等同自杀 嗯 对 我得遵从新的意愿 克莱恩用戴着黑色手套的右掌 穿了下梳妆台表面 缓缓站了起来 经过刚才的入梦 他完全可以确定 艾伦医生的噩梦 来源于本身心灵体 从灵界获得的启示 而那启示 是某个高层次高位格的存在 刻意制造和提供的 千纸鹤则属于定位道具 根据秘密之书上的某个章节 克莱恩也能尝试着 利用那只千纸鹤 找到遨游灵界中的 艾伦医生心灵体 暗中观察那些启示从何而来 但他刚才已经决定不掺和 活动了下身体 克莱恩带着最后的好奇 翻出了艾伦医生的皮质钱包 从里面拿出了那只千纸鹤 他将千纸鹤置于手杖杖头 同时握住了它们 然后眼眸转身 低声自语道 为二昂塞厅现在的位置 占卜语句反复七遍后 房间内忽然有微风打旋 带着吹拂灵魂般的凉意 克莱恩松开了右掌 手杖先是稳稳站立 继而带着千纸鹤倒了下去 斜着指向睡床 那里克莱恩微皱眉头 换了个位置 重复起刚才的占卜 并顺利得到了反馈 而两次占卜的指向交叉点是 艾伦医生 为二昂塞厅的位置 和艾伦医生重叠 这就有点意思了 克莱恩又好笑又恶然地 自语了两句 他的好奇心 一下攀升到了极点 虽然他不打算 掺和这件事情 但他想弄清楚 为什么会出现重叠的状况 嗯 把千纸鹤拿到灰雾至上 占卜一下 有灰雾挡着 不会出什么意外 克莱恩迅速有了新的想法 而由于在艾伦医生的卧室里 不方便举行 自己召唤自己的仪式 他决定先把千纸鹤带回家 对此 他其实早有准备 来之前 克莱恩并不确认 事情的严重性 抱有可能会去寻找 威尔昂塞厅 看能否得到 那副塔罗牌的心思 所以 他提前准备了 另外一支千纸鹤 打算用来剃掉正品 方便自己各种占卜 等问题解决 再换回来 想到就做 克莱恩从衣兜里 套出了预备好的那支千纸鹤 这是他特意在挥物之上折的 预防艾伦医生突然决定 把威尔昂塞厅相关的物品 上交给黑夜女神教会 从而让造假的他被占卜出来 预先考虑的周全和详细 果然能让事情简单很多 克莱恩自我赞许了一句 借着细薄的月光 他认真对比起威尔昂塞厅的千纸鹤和自己折的千纸鹤 看是否有明显的不同 这一看 克莱恩顿时陷入了沉默 他的手工能力还不如一个小孩子 其实都是千纸鹤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那支顶多粗糙了一点 艾伦只要没反复研究过原本的那支 就肯定看不出来已经被调包过了 克莱恩无声自语了几句 拿出枚硬币 用占卜的办法做了最后的确认 得到肯定的启示后 他把自己折的那支千纸鹤放入了艾伦的皮夹 放回了原本的位置 自己则处理了下现场 携带着威尔昂塞厅的千纸鹤离开了伯宁汉路三号 靠着补障法 克莱恩顺利回到了家中 趁着泡澡的空闲 用自己召唤自己的办法 将那支千纸鹤连同万能钥匙送到了挥舞之上 坐到寂静无人的宫殿里 他拿起千纸鹤 仔细审视了几秒 没发现什么异常 然后克莱恩据献出纸笔 写下了与之前相同的占卜语句 威尔昂塞厅现在的位置 这一次他改用起梦境占卜法 那是一个黑乎乎的房间 虎头虎脑 漆黑眼眸的威尔昂塞厅借住椅子 趴在窗前的书桌上 眺望着外面的风景 他两只手各抓了一叠塔罗牌 旁边还摆着一堆积木 那积木拼出了一个首尾相连的环形的蛇 窗户外面的景象同样黑暗 只隐约有哗啦的流水声传来 梦境到这里就无声无息结束了 克莱恩睁开眼睛 用手指轻敲起青铜长桌边缘 无声自语道 弦尾的蛇果然是水银之蛇吗 代表命运的水银之蛇 窗外有流水的声音 说明威尔昂塞厅目前的位置 仅靠着塔索克河 之前我占卜到他的位置和艾伦医生重叠 是受到了来自命运的干扰 见灰雾至上的占卜 也只能得到这种程度的启示 克莱恩不再被好奇心困扰 勉强做出了解读 并打算明晚把千纸贺换回来 找机会再指点指点艾伦医生 让他去黑夜女神的教堂 将此事告诉主教 这种事情还是得正规君做比较好 克莱恩低笑一声 返回了现实世界 悠闲泡完澡后 他没再忙碌 钻入了被窝 过了不知道多久 克莱恩忽然惊觉 清醒理智地知道自己正在做梦 正做着在客厅内翻看秘密之书的梦 这熟悉的感觉 他习惯性地做出茫然的表现 偏头望向门口 房门吱压一声被打开 一道穿着灰色大衣的身影走了进来 他大概三十来岁 脸颊瘦长 额头宽阔 有双看起来颇为睿智的深蓝色眼睛 不是队长 克莱恩突然自嘲一笑 无声吐了口气 并让手中的秘密之书 变成了一本女士审美杂志 他边翻动杂志 便随意对来者打了声招呼 身穿灰色风衣的男士摘掉帽子 坐到他的对面 闲聊般问道 埃伦今天早上来找过你 果然是职业者 是一位梦魇 克莱恩克制住叹息的冲动 微笑回答道 他已经想明白了 职业者为什么会突然入梦自己 面前的梦魇应该是一位职业者小队队长 负责着威尔尔昂塞厅事件 但一直没能找到有用的线索 这样的情况下 埃伦医生和夏洛克莫里亚地侦探 登门询问威尔昂塞厅夏洛的事情 昨晚或者今天早上 应该就已经被他们知晓 与此同时 他们发现 埃伦医生刚用过早餐 就急匆匆的来到明斯克街 拜访夏洛克莫里亚地侦探 本着专业的精神 夜里的入梦 属于最正常最自然的发展 而埃伦医生那里较为敏感 贸然入梦 很可能让线索断掉 所以某位侦探就成为了 毫无疑问的第一选择 他遇到了什么事情 那位职业者小队队长随口问道 克莱恩如实回答道 他做了场噩梦 克莱恩将漆黑高塔 银色巨蛇 层层保护下的威尔昂塞厅等 场景描述了一遍 莫了道 做这个噩梦前 埃伦去威尔昂塞厅家 找过那个孩子 因为不放心他的康复 因为困扰于之前的霉运 可惜的是 威尔昂塞厅一家已经搬走 不过 埃伦回想起 那个孩子送过他一只 自己折的签纸鹤 并祝他好运 可能是受到这两件事情刺激 他才会做这样的噩梦 穿灰色大衣的男子 露出惊喜的表情道 签纸鹤 对 克莱恩轻轻点头 那个孩子出院前送给艾伦的 艾伦随手丢到了办公室的抽屉里 之后就遗忘了这件事情 直到昨晚才想起 我明白了 感谢你的解释 那职业者小队队长站了起来 很有礼貌的 暗胸行了一礼 梦境突然有了水波般的晃动 他直接消失在了房间内 望着他坐过的那个位置 克莱恩忧然推测起接下来的发展 职业者们今晚就可能去艾伦医生那里 入梦检查并带走千纸鹤 于是问题就来了 那只千纸鹤是克莱恩者的 正凭在挥舞之上 算了 无论用乃至千纸鹤 他们都不可能占卜得出答案 换不换回来 无关紧要 克莱恩自语了一句 收敛住思绪 他继续坐在那里 没有急于脱离梦境 正正出神了好久 过了一阵 他翘起了嘴角 小声感叹道 真是怀念啊